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实施停货 以方便当地平民撤离 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军将从莫斯科时间25日14时开始单方面停货 作战部队撤离至安全距离外 以确保平民安全撤离 声明中称 平民可以自行选择撤离方向 声明还呼吁乌方对平民疏散行动予以配合 俄乌战士紧张 西方国家已在供货 当地时间2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闪电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 据美联社报道 为安全考虑 布林肯和奥斯汀的此次基辅之行高度保密 随行的媒体记者必须等到两人离开乌克兰后才能发稿 美方官员透露 布林肯和奥斯汀对泽连斯基表示 美国外交官将从本周开始重返基辅 同时美方承诺居家提供约3亿美元军事援助 用于资助乌克兰采购武器